以爱之名 为他而战 我是韩令春 一个对未来充满想象的90后 青春本应是热血奋斗 一场突如其来的检查 改变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而现在的我更喜欢用镜头 去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的一切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而这一切对归功于我的超人妈妈 我想对她说一声 妈妈 我爱您 向文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韩令春 来自内蒙古通疗室客走中期 今年28岁 内蒙古的小姑娘 对 这次为什么来我们这个 为她而战呢 今天是我为我超人妈妈而战 感谢她这一路以来 对我的照顾和关爱 那如果这笔注目基金拿到手 怎么花 我想一家人吧 照一张全家福 从小我觉得我生活过得 特别幸福 但是生命真的是 给了我一次很大的一个打击 我当我大学毕业之后 去找工作的时候 突然身体就全身浮肿 当时我以为就是说 就是水喝多了 然后浮肿了 我也没太在意 但是有一天突然心脏不舒服了 又你连躺都躺不了了 然后我就去检查了 然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 你已经患了尿毒症 然后当时正好是8月14 因为8月15我们中秋团圆嘛 那天我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然后就为父母做了一顿饭 但是我父母都看出来 我已经有病了 那时候的脸色是特别铁青的 没有正常人的颜色 然后就我妈就问我 你是不是得病了 是不是很大的病 你说吧 我们没事 我们能承受得重 然后我就说了 我患了尿毒症 那天团圆饭都没吃 然后当时她们就二话没说 就带我去医院了 然后就查出来 就说是要偷袭 然后那时候我妈都是 每天早上都得去放羊 每天就为我们辛苦奋斗 那时候我们家就70多头羊 然后父母就把羊都卖了 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我听说爸爸为了筹钱帮你治疗 自己也在外面 就是没黑没白地去打工 对吗 对 透析之后 然后为了换肾 我父母就去那蒙古海拉尔 去打工 那时候我爸每个12个小时 不休息开夜车 然后我妈是每天做保洁 但是我爸妈打工了一年 回来 有一天我爸就心脏不舒服了 脑袋迷糊 左手左脚都不好使了 突然间就动不了了 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 就告知我爸被确诊了 脑梗死 然后当时患病的时候 我爸连做都做不起来 当时我就觉得 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就所有的痛苦可以放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还要折磨我的父母 然后我爸患病期间 都是我妈自己一个人照顾 当时我特别恨自己 我不能去分担我妈的痛苦